甜蜜的任务特别起话 哥哥的下午茶 你的烫嘴中文现在进步了吗 我觉得很好 就是诚语是我的弱点 但是 迅速渐进 灰灰之场的李承轩有点东西 灰灰之场是什么 回归职场 你写错了 这个可能是我挑战了一个新的风格 也是给我一个认可 七哥有没有帮你选歌 有 天上飞这首歌的选 也是我老婆选的 所以这个舞台的那种YYDS的感觉就非常的炸 YYDS到底是什么 要了很多D 那是什么 那现在跟哪个哥哥关系特别好 首先肯定是 我的笑音 虽然她说是尾巴 我觉得尾巴不是很好 她也太长了 今天哥哥来迎宴 承轩哥哥李向仙 我是披荆战机的哥哥李承轩 太酷了 你好 欢迎欢迎 今天是一个非常幸运和幸福的日子 因为我们终于等到了 陈轩哥哥来到哥哥的下午茶 你的舞台天上飞 我大概也就看了十几二十三十八遍的样子 真的吗 就是反正已经播完了 然后会倒回去那么几分钟 越倒回去又倒回去的那种 所以你有看弹幕吗 弹幕我看不懂 但是我的老婆也好 工作人员很感谢 没想到大家会这么喜欢这个舞台 真的从心里是很开心 也是被大家认合和喜欢 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刚刚陈轩哥哥说 没有怎么看弹幕吗 主要是因为中文的原因 请朗读以下天上飞中的弹幕并且回复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我们的拼音 感受到了七位的快乐 你快乐不 他不是演员吗 竟然会唱歌 对 可能很多人是还不是很了解我 但是我开始是一个歌手开始的 虽然唱得不是很好 唱得非常好 灰灰之场的李承轩有点东西 灰灰之场是什么 回归职场 拼音写错了 回归之场的李承轩有一点东西 安黑高级低音炮 这个可能是我挑战了一个新的风格 但是通过这个舞台也是给我一个认可 所以很开心 那是因为接下舞台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是的 那我们现在就上菜单 这个呢是哥哥的下午茶 都是甜的 然后这些糖里面 你第一个想吃的是哪一个糖 哎 彩虹糖 和哥哥们集体生活 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 我觉得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这个节目已经不太像工作了 我非常幸运 我是跟我们的部落的成员 就是像老天自由安排的一样 这个关系是真的是变成哥们 兄弟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工作的创作的很 极其的配合和沟通以外 我们会有很多的我们私底下 真的是在玩 真的是 平时我们明明可以工作完了 就可以不了了 但是我们是很愿意彼此是 就是 享受和分享 对方的一些 爱好 做完我们的Yellow的舞台以后 我们 非常顺利 我们是很快速的就把 盖练习的练习完了 自己在宿舍也就是 完全像一个乐队一样 对于我来说 我是没有过这种经验 所以我很开心 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 然后一起玩 真的让我觉得不是一个工作 是一个享受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跟哪个哥哥 关系特别好 首先肯定是跟我们的部落的 一些哥哥们关系比较好 James也好 如影随形 是的 今天我是你的位吧 好的 他是我的尾巴 你是我的银子 银子 银子 我的小银子 虽然他说是尾巴 我觉得尾巴不是很很好 他太长了 还有 齐哥 我们这几位哥哥都是很好的 包括后来是跟张金哥和高韩宇 和小白白举刚 整个气氛都是很开心 所以 我们关系是相对是比较近一些 我们还看了你的Vlog 开始去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担忧就是交朋友 是 所以你的交是什么呢 就是很想要 就是那种开工的感觉 你这个是要去住在那里头 然后跟所有的陌生人来 相处 这个部分就是不是我们 擅长的那部分 我是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 没有这样工作 我中间有那么几次工作 一些杂志拍摄也好 我这一些都是跟我老婆出行的 都是以我很熟悉的一个环境 那这么久没有跟陌生人来工作 我本来也是一个特别 特别害怕 特别尴尬 就不知道要聊什么 所以第一天我是特别 害怕这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节目就特别棒 真的找出了很多哥哥们 是非常非常好相处的 感受到了 而且你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对不对 是 然后我们再吃一个什么汤 我们来看一下贾心老师 没兴趣 没兴趣 是你要选的 那你选 我想看一下贾心老师是什么 是不是你已经知道后面的题是什么 你有一个任务应该要翻什么 是真的喜欢这个 对 七哥有没有帮你选歌陪练 有 天上被这首歌的选 也是我老婆选的 是她说是要一个风格的 来完成这个舞台 所以是那个舞台的那种歪歪的 YYDS的感觉就非常的炸 YYDS到底是什么 YYDS到底是什么 永远的神 这么高的评价这个东西 我玩就是YYDS 就飘了好多YYDS 对 还有飘了很多D DD 那是什么 懂的都懂 拼音写的我都看得懂 都看得懂 对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七哥也演绎了你的天上飞这首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好不好 好的 你听 你看所有的点都知道 他不是想跟我 我都要选 我目前想说不得是秀 就是跟路的小意思 你跟他 我去选 我去选 蹦蹦蹦 我去选 你一天的情绒 可是我就是做了白鱼 啊 真的好棒 是 我确定了 要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呢 我们是需要选一个solo歌 选到了这首歌 首先歌词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 是的 然后我老婆是已经看过我很多不同的版本 包括很多的小细节的处理 怎么表演这首歌会是最佳的一个方法 一个状态 对 所以他很清楚 每一个点 对 眼镜也是他的想法 所以天象飞是送给他的 哇 太棒了 所以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刚看七哥的表演 如果是100分 你会打多少分 那这个我觉得我 可能是因为他只是一个 玩笑性的弄的 如果只是看这个都好 我觉得可能 我的那个可能 比他的那个略好 好一些 我的天 确定吗 我们要播出去的 他的比较好 他的比较好 好 好 接下来小子什么糖 反正我现在糖分已经超标了 嗯 这个 这个 你知道这是什么吧 这个跳跳跳 你拿着这个脚 对 就沾沾沾这个 我女儿特别喜欢这个 初舞台 运镜灯光 是炫哥自己策划的吗 是 这个是自己策划的 对这个是我的想法 披荆剪机的哥哥 他不单纯只是在拼一个唱功的实力 或者是一个表演成分而已 从零开始的所有的这个部分 我们是可以参与到的 你选一首歌 你想要怎么呈现 都是可以表达的 所以这个部分参与到了这种运镜 和steadycam的一些想法 嗯 是有专门去学这个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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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可以做得那么完美 也 不是完美 我我喜欢拍 常常我老婆在工作的时候 我也特别喜欢旁边拿个灯光帮也好 或者是 这些东西是我 比较喜欢 就比较有兴趣的一些事情吧 嗯 那你有策划吗 因为 没有 就是我的策划是 除了我自己的服装和状态以外 导演组也是给我们很充分的空间上去以后 按照我的需求和要求是我想要一个steadycam 然后steadycam老师很专业 他也直接跟我说 你是拿着手机 所以我的运镜没有办法很大动的 但是我前后是可以的 然后我看了舞台准备的后面的背景 放了音乐也走了一遍 然后后来我跟steadycam老师也沟通了一下 我觉得我的表演会有哪一些点 我希望这个时候是有一个推进 哪一些是希望就是稳稳的就有一个这个部分 然后开始有一个360度 然后有一个steadycam老师的创意 我觉得还是得认可他的创意 是天上飞的时候有一个举手的一个动作 而且是背过去的这种 对 这个是steadycam老师说的 你如果可以举一个手 我觉得他我可以就给你一个特设 我说OK 我们试试看 然后第一遍做 他说你可以再往后举一点 这样从我的视角 所以我们的这个 从镜头里头呈现的这个画面 是一起沟通和配合的 所以这个舞台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是得到了很多人帮忙的 这一期参与的所有人 包括我们节目的导演组 包括steadycam老师 还有我老婆 我觉得他们都是会有一起开心 因为是自己的一部分的创意是被认合的 接下来看想吃哪个糖 棒棒糖好 对 这个糖好 参加节目以来觉得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这次我是 很突然变成一个团队的队长的一个角色 当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我没想到的感动和 骄傲 当父母的感觉 拐一群人 对 我们的部落的哥哥们 对 都是音乐家 都是实力很强的 我们每次选歌的开始 会有意见的不一样 这个中间创意的沟通的时候 是我自己感觉到最累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 保持一个我们内部的情绪是一直很开心的 我不希望我们哥哥们 任何一个人是 有隐瞒自己的情绪很不开心的 所以我我是希望大家可以说出来真心话 这个协调的过程中 我觉得是比较累的一个部分 感谢帮我顺证队长 我会陪你们到底 我会努力 谢谢 李琼炫就是很有责任感的人 特别适合当队长 我很骄傲 他说 那是我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很组的队长 但如果有任何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是我的责任 所以 骂的部分 是可以往我气来 OK的 就是想听到每一个人真实的一个想法 我们尽量去沟通把它做到最好 是 那因为在出台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写自己排练的时间 我记得陈俊哥哥是写了18个小时 应该算是所有哥哥里面写的最多的 其实我没想到 我以为大家都会写的多 那我们刚刚已经分享到了一些菜单 那因为刚刚陈俊哥哥打得特别的好 那也完成了我们这个任务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电影员 我们上下餐吧 哥哥有点料翻排时间到 接下来就一边吃一边来聊了 这个呢是一封来自粉丝的信 这里呢需要炫哥 快问快答 每回答粉丝一个问题呢 我们将会有一个记忆碎片 回答所有的问题 就会有一个完整的拼图来送给我们的陈俊哥哥 好的 手机现在的品宝是 我好幸运 最近机场出镜率最高的时尚单品是什么 衣服 出门包里必备了什么 我包里有什么 钱包耳机 用一个动物形容自己会是什么 狗 为什么 想不出什么别的动物了 你要快速的回答吗 快速的回答吗 就是觉得哪个动物比较像自己 我是天蝎座 我是个蝎子 蝎子 可以 大家说你是隔壁班的帅气学长 你保持少年感的秘籍是什么 有一种帅是哥哥们都觉得帅 可能我就是性格就比较幼稚 我喜欢气氛开心 所以我可能就是逗大家开心 就会做一些很 这就很奇怪的一个行为就是 我喜欢看大家笑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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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整个感觉是就我挺喜欢的 对 你的烫嘴中文现在进步了吗 烫嘴中文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中文现在说的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啊 老子明天不上班 上班巴士的班 就是成语是我的弱点 但是 顺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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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独一二 独一无二的一个舞台 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你还年轻 我一直觉得我还年轻 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你在慢慢的老去 慢慢的老去 因为你的老是她很丑 正是你的 她也有达到的 那你很丑 就是你的老是和大家 是不是 就很开心 老去看一张 我要去看一位 带我们去看一看 她要去看一看 梦 还有我们去看一看 你也挺小的 让你觉得你再慢慢的老去 会不会重视养生呢 自立 你要早起早睡 你要吃要注意 我有一段时间是有重视 但这段时间就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太饿了 真的 就是太累了 多吃点 吃好一点 炫哥之后 可不可以多营业一下自己微博 我多发发自己的照片之类的 vlog之类的 这几年起我帮下了很多的社交平台的一些时间 我刚开始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是蛮难的 因为手机一拿就是刷一个这个刷一个这个 就会停不下来的 但我发现有一天 Lucky是说 爸爸你每一次说你要陪我玩 但是你就是拿着你的手机 我也要手机 虽然我忍在他旁边 但我的精神 我的注意力 并不在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了这个决定 就把他放下 甜蜜送福利 哥哥来宠礼 接下来就是宠的就是你的环节 游戏的名字叫做疯狂猜猜乐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陈炫哥哥和我每人随机抽取名牌 自己不能看 只能给对方看一眼 轮流向对方提问 通过提问得到的讯息 优先猜出自己名牌的人 极为挑战成功 哦 三二一 我看不懂 李什么 李承炫 李承炫 嗯 什么炫啊 我的这个是三个字吗 是 我的这个是三个字吗 不是 我的是一个人物吗 是 我怎么那么聪明 我的是个人物吗 不是 是七哥很喜欢吃的 火锅 什么叫秀恩爱 我只是说七哥喜欢吃的 为什么我想到火锅 你觉得你的是什么 因为我想着导演组会出跟你相关的三个字 我又是一个人物 应该是披荆斩棘的哥哥 然后第一个我会想到 会从陈小春一个一个说下来 你好厉害 逻辑思维还可以我选李克的 恭喜陈迅哥哥完成了所有 重粉任务的挑战 独立的话就是陈迅哥哥给我们的粉丝 就是写这个签名照 上微博搜索甜蜜的任务话题词 和我们一起边看边聊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 芒果听威披荆斩棘的哥哥 一定要支持我们 李陈迅哥哥的精彩舞台 这个是我们导演组送给你的小礼物 是我们自己拼的 哦谢谢 甜蜜的任务成功 哥哥今天来营业台湾去蜡笔歌以上线 黑金奖剧的哥哥 大家好我是谢天华 一共的表演是3189吗 第一为什么 因为我们最对节奏歌完全不少序 然后我们拿回来之后一听我们就运到了 好的 很多文号都在台湾上 然后现在模仿 他跟你聊天的时候 就有一个模样就是 没有 我觉得不是 不是 你可以说粤语的 可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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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我们怎么要吃 怎么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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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